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1年7月28日星期三和大家聊聊奥运会 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刚刚夺下女子49公斤奥运金牌的中国选手侯志慧 赛后药检结果异常 被要求复检 如果最终确认里边有禁药成分的话将被取消资格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DA的报告指出 侯志慧在药检中拥有可疑的成分 目前已经要求持续检验 必须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和分析 如果侯志慧被发现药检违规的话 那现在第4名的台湾选手方管龄将逮捕 成为铜牌的获得者 这是到目前为止本届奥运会 关于禁药关于兴奋剂丑闻的 第一片遗云 如果这件事最终确认的话 那中国将拿下在这方面的第一面金牌 新闻到这儿呢咱们也评论几句 侯志慧在两天前的比赛中 以抓举94公斤平举116公斤总成绩210公斤 夺下了金牌 但是之后呢 很多人就在这个照片中 我看到在微信在推特上很多人都在传这张照片 发现这位女运动员的下步突出 这没什么不好听的啊 实事求是 然后就纷纷都提出了质疑 这男的女的 包括后来有女子田径队等队员 他们在结束比赛以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话的声音就跟我似的 跟男的是一样 而且这些人的平胸 长相跟男的没什么差别 于是呢很多人也在发出呼吁 不关要进行兴奋剂的检测 同时是不是也要脱光衣服 做性别的检测 应该说呢到目前为止 因为国际奥委会和反兴奋剂中心的严防死守 试图通过兴奋剂或者禁药来蒙混过关 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死角 凡是那些取得成绩的 更不会有任何的可能侥幸过关 加上现在俄罗斯 整个国家还在被严厉的处罚的过程中 所以说按这个道理 不应该有什么人傻到这个地步 你会跑到奥运会上来 一身是法应该是不会的 就是作为中国队 我认为他们也不会鼓励这么干 你说平时训练怎么回事 大家心里都有 但是在大赛前 他们也不敢在这方面出事 该停的要早就停了 该断的早就都断了 如果要在这方面给习近平 给中共丢人现眼的话 那回去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说呢 我对这件事的判断 兴奋剂的可能性 我现在认为可能不大 误服禁药的可能性 可能是有的 至于呢 这位同志是男是女 在那个神奇的国度 在那些没有人性的一个个的大院子里 发生什么都是不令人 奇怪的 这个 咱们很难想象 但就是误服禁药 你像以前还辩解 我吃的那个猪肉里边里边有瘦肉精什么的 反正还拿这个做辩解 现在这招也不好使了 你像沙尔波娃遣一阵打网球那嗷嗷喊的那个那么大的味 误服了药 也该进赛进赛该停赛停赛 所以说呢这件事一旦确认的话 这个丢人现眼 肯定是免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奥委会和中共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 这次呢 特别用这种隐晦的方式把这件事给爆出来 发现异常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和确认 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药瓶尿瓶的非A瓶B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如果A瓶里有那拿出B瓶进行公开检测 有那就剥夺你的金牌该进赛进赛该处罚处罚 现在呢提出了这么一个隐晦的说法 我认为这已经很给中国面子 但这种事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定是事出有因绝不会空穴来风 报告里呢既然这么说了我认为基本上那就是没跑了 所以呢我的判断这件事不好 现在还不是什么丢金牌的问题 是你到底吃了什么的问题 如果最终确认你吃的是兴奋剂之类的禁药的话 那这个盐可就陷大了 这个结果可就恶劣了 说到奥运会打到今天这中国队的情况可是不太乐观 我在赛前呢我就做出预测 这次中国将会被日本击败 而且是被全面性的击败 现在看这种情况正在变成现实 这两天的跳水被英国击败 乒乓球呢被日本击败 那个菲律宾女将 击败了中国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夺得了菲律宾历史上的第一块金牌 说来这件事呢这本来是中国必拿的一块金牌谁知道跑出于菲律宾的来 另外呢像射箭队被台湾队击败 香港还得到了一个基建的冠军 这都让小粉红们感到愤愤不平 当然很多人接受不了的 同时呢也让很多人鼓掌欢呼的 就是那个中国女排再次3比0 被美国队完封 我也算是一个排球爱好者 在大学里我也打排球 对这件事也看了这么多年了 应该说是懂一些 说到这场比赛 中国队可以说是完全就没有机会 对美国队的那个12号是无计可施眼看着他是越打越疯 拦网呢全场也没拦下几个球来 而自己在串联进攻方面打的是非常的别扭非常的声色 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支多年磨合的老冠军队 这里边几个人基本都是一直在一起打的 那很多人呢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上届 还在那期盼 你要上次在里约 也是小祖赛打得不好吗 但是后来翻身 以第四的身份倒打第1 最后出了状态 最后一举夺得了冠军 但这次看我认为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因为那个朱婷手腕受伤 现在表现起来进攻非常的平庸 几乎没有什么威胁 而且这种伤呢一时半会儿他是好不了的 只会越来越厉害你得训练吧 对不对你串联进攻你得练吧 而且比赛的时候你是越打越疼因为看他比赛的后边一直攥着这手腕子 而没了朱婷 这就不是能不能夺冠的问题了 而是能不能小组出现的问题 我看了看这个死亡之组 这组分的是确实是够黑的 那边的日本韩国他把那组搞得挺舒服 然后把几个厉害的都给弄到这B组 这个组里呢除了阿根廷稍微面点以外 因为前两天我没事看了一场俄罗斯对阿根廷的比赛 阿根廷稍微差点 而剩下的中国队没打的就是俄罗斯和意大利 这俩比土耳其还厉害 这小组六个队如果朱婷的这个商 不是狼平在故意找借口在鬼扯的话 那我预测中国队最终的排名将是小组第五名 历史上将第一次不能小组出现 即使是第四名侥幸出现 我认为也就到此为止了 和那边的第一名打必死无疑 看现在这支球队你就看他现在的表现兴奋的程度 除了那个嗷嗷叫以外 整个的表现根本就看不出有打进四强的水平 这次根本就不行 另外说到乒乓球 希望大家关注那位日本小姑娘伊藤美成 这小丫头现在是越打越好 这一次的中国女单看样子是要出事 这女霜呢也不好说 因为都有他嘛 这次中国男单可能这次有点希望 因为日本那小孩张本志和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短路了突然晕了 让斯洛伯尼亚的一下给打了 一下半道没进八强 那个出了个事故 我想这次中国男单可能还行 但是中国女单女双 我认为都有出事的可能 说到这次中国军团成绩滑坡这是肯定的 你像在出发之前 中国体育总局的那个狗书记 不是骂人他真姓这个 也没有给这个姓的咱不能瞎说 他就姓狗 那位狗书记 给新京报写了一篇东西 他的题目叫 坚决遏制中国奥运成绩 持续下滑的趋势 确保保持第一序列 第一序列大概前五前六 这都算是世界第一序列吧 看整篇文章呢其实就是一篇党八股 一看就是一党棍写的 但是那个题目一听我想大家就都有数了 能够遏制住这次下滑的趋势 这已经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能够保持住第一序列 这就是完成任务了 所以说呢他自己信心也不高 他是比较了解这个情况 说到这两篇最令人称道的 那就是加拿大的那位马格丽特 简称麦基 在100米的跌涌中 以一指尖的微弱的优势0.05秒之差 击败了中国的大热门张雨菲 而且呢大家一看这位麦基他还是一位华人 而且 还是一位20年前的 一个中国弃婴 一个扬眉吐气的加拿大奥运冠军 同时又是一个中国弃婴 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产生的巨大的反差 巨大的差异 让这个小女孩一下就变成了一个传奇 人们在赞叹他的养父母 同时也称赞这位麦基 自己努力自己争气的同时 那很多人也都在 为什么在奥运会这么小的世界里 就这几千名运动员吗 我们都能碰上一个中国弃婴 那在这些年里 中国到底遗弃了多少孩子 因为现在爆出那些每家的养父母前来领养的时候 那都要花四五万美元的 结果现在有人悲愤的质问这些年你中国到底卖了多少 自己的孩子呀 我查到的前两年的中国官方的数字是这么说的 自从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收养法 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 截止到2018年 已经有超过11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 根据美国政府相关收养管理机构的统计数据 美国是收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 收养的中国孤儿当中 约88%都是女童 其中患有先天残疾障碍或者疾病的 占约80% 到2019年 将近9万名的残疾残障或疾病的 弃婴与孤儿都被美国的家庭给收养 我刚才在找资料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美国记者的一段跟踪纪录片 就跟踪这些收养家庭领养家庭的纪录片 有这么其中的一些片段里面是这么讲的 说目前的尚未听到有美国家庭后悔 当初领养这些孩子 美国政府并没有提供对这些特殊收养家庭的特殊补助 收养一名残疾的孩子 就意味着母亲必须要放弃全职的工作来进行照看 需要付出的身心精力时间 整个在经济方面都是非常巨大的 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的疾病他都需要治疗 这里面需要很多的护理的费用 难能可贵的是 美国家庭教会的这些孩子什么是爱 这都是下边那个有字幕的这个记者的讲话 当这些美国的爸爸妈妈给已经懂事的孩子们解释 当时他们为什么被收养时 这些人呢我想他们也是统一了口径的 他们都告诉孩子们 你的父母不是不爱你 只是当时他们无法给你足够的爱 而恰好我们能够 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来爱你 我听到很多的养父母都是这么 跟稍微懂点事的孩子都是这么讲的 我在这个纪录片片段的镜头里我看到了有肢体残缺的孩子 缺胳膊的少腿的吧 有盲童 有纯烈的儿童 有诸如症患者 有唐氏症患者 还有脑瘫的孩子 在这个纪录片的片段里 有一对美国夫妇收养了一个零智商的脑瘫的儿童 他们当时对记者讲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他们还要再领养一个脑瘫的孤儿 说白了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哗就下来了 当时这对夫妇在我眼中那就跟圣人是一样的 我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 说在美国的妇人圈和名人圈子里边 领养中国孩子 这些中国的孤儿和这些中国的企营 是非常流行的 像那些顶尖的商人 大银行家等等 他们情愿支付几万美元 然后还要再等上两年的时间 最后 把一个欢乐 而不是成捆的钞票从中国带到美国 这里边也包括美国的那些大明星们 我就看到一个片段 有一个美国的电影明星 到最后我也没弄明白他到底叫什么 是一个女明星 当看到一个肢体不全的中国弃鹰 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当时他蹲着 当时激动的大声痛哭 然后又把孩子抱到怀里 忘情的开怀大笑 说到这种情怀 那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你是很难理解 当然了更多的领养家庭那都是普通民众 他们之所以领养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热爱孩子的心 希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能得到父母的爱 家庭的温暖 良好的教育 健康的成长 兄弟姐妹的关爱 就像这个卖鸡的父母一样 一看这都是 普通人 说到美国是收养中国起因最大的国家 另外中国的那个收养中心 还像丹麦 芬兰 西班牙法国等14个国家开放 我没有看到有一个综合起来的数字 但有专家做过估算 这些年把这十几个国家 把数字全加起来 这些中国孤儿的数字肯定超过了20万人 在新浪网呢有一篇不错的报道 它的名字叫美国人领养了多少中国起因 其中就有一个标题 多向境外输送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收入 在文章里他们列举了湖南的福利院 每送出一个婴儿 就可以得到2850美元 让人家付好几万轮到他们这儿啊层层扒皮 到这儿就剩这不到3000美元了 这也是大钱 另外有的福利院呢还下达了任务 一个员工一年你得给我抱回三个孩子了 你这就算是完成任务 工资才能给你全额发放 年底还有奖金 所以有的员工没办法甚至还要串联人贩子 不择手段帮他们去寻找婴儿 说到湖南的衡阳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有媒体呢调查福州市镇远县的福利院 发现有81名起婴 60名都被输送到了国外 现在呢这外国人领养的价格啊 从一开始的两三万美元早就涨到四五万美元 现在甚至更多 即使是很多中国人想收养 但是福利机关呢他们为了牟利 宁愿把孩子都送往国外 准确的说那就是在卖到国外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遗弃的婴儿呢 这里边原因是很多的 当然这里边有个人的经济原因 有计划生育造成的种种的悲剧 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有人人心歹毒 抛弃那种残障的婴儿等等 但我想这里边最主要的 就是这个号称世界第二的国家 他们没有给孩子提供 最基本的福利保障 没有给孩子们最基本的照顾 我想这 才是最大最根本的原因 到这儿呢我认为我可以这么说 中国是向外输送孩子 最多的国家 中国是向外遗弃自己孩子 最多的国家 同时 中国也是向国外出口 贩卖自己孩子 最多的国家 所有的朋友们 你们大家说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呀 当面对着马格丽特那张青春洋溢的脸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统治者 还有那么多抛弃自己孩子的人们 你们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 你们难道 就不感到罪恶吗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